健康最前线 让你美丽又保健 我是张朝凯 我是美少女丽鱼 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眼带 让我们看一段VCR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外观及年轻化 整形外壳手术越来越普遍 而眼睛通常是最常接受 整形外科手术的部位 眼带常会给人没有精神 衰老的感觉 有些病人甚至常被问及 是否睡不饱而感到困扰 因此眼睛的整形外科手术中 除了大家熟知的双眼皮手术外 眼带手术的普及率及接受度 已有零价的趋势 这人只要有眼带 马上就会老了十岁 对 所以我们除了双眼皮 这上眼皮要漂亮 下眼皮的这个眼带 我们要把它去除 对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医疗团队 首先介绍我们的梅丽儿 陈美玲 陈院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的黄佑佳 黄医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的苏丸雅 苏医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的陈美军 陈美容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梅丽 你知道我是眼科医师 是 我的责任就是让大家 把它的视力变成非常的清晰 清楚 跟明亮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们双眼皮会让我们美观上更好 但事实上如果还有眼带呢 那就有一点瑕疵了 对 而且一般人都想要 眼睛很漂亮 可是不要有那个眼带 要有卧蟬 为什么呢 因为眼带看起来就比较老气 造成我们眼带有哪些原因呢 我们请陈医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是 我们眼带呢 通常可以把简单分成 肌肉型眼带跟脂肪型眼带 那有的是像肌肉型眼带 大部分都是天生遗传 肌肉比较松弛 所以有的年纪轻轻就看起来有眼带 那脂肪型眼带大部分都是因为老化 所造成的皮肤老化 我们的隔膜松弛然后里面的这个脂肪就会往外突出 那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 还有一种叫服务种籍 那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说 那么我们要的是卧蟬 不要眼带 对 那卧蟬是什么东西 对 那眼带是什么 我们分不出来 我们从这个图解看一下好不好 卧蟬是肌肉 眼带是脂肪 那卧蟬一般都是在笑的时候会出现 就是紧接着下眼皮的这一块 那我们叫做beauty band 卧蟬 其实它是漂亮的 所以我们要笑才会有卧蟬 对 正常是这样子 那当然也有人就是不笑就有一点点 来 教医师请笑一下 哎呦 你有卧蟬 没有 陈医师看起来那个是 应该是卧蟬 卧蟬 不是眼带 确确是卧蟬 那这个关系是什么 这个内勾 内勾跟眼带是相对的 眼带是突出来的组织是脂肪 内勾是我们的一个筋膜 就是我们的这个表皮固定到 我们的这个眼眶骨的一个位置 那有的人这个地方先天就比较深 就是固定的比较紧 先天的 或者是有的人是 因为我们这个韧带是都在的 那有的人是皮肤松弛 上面的松弛 脂肪往外垂 那因为下面是固定住的是out 上面垂就往外凸 所以如果说你的内勾越深 你相对看到的脂肪眼带会觉得越大 那是不是相反的讲 如果有眼带多的 比如说他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 永久还是暂时 他的脂肪多的时候 凸出来的时候 这个内勾就变明显了 可以这么说吗 是相对的也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是要处理眼带还是处理内勾呢 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 到底眼带的开发有哪几种 我们看下一张 好 眼带看这个图好像很复杂 那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一个叫内开 一个叫外开 内开跟外开 内开跟外开 是的 内开就是我们眼皮翻起来从睫膜的内侧 这个画到 画出伤口 那如果外开就是从表皮眼颜的下缘这边切出一道伤口 那这个就叫外开 为什么要 就是要取脂肪嘛 对不对 外开把那个脂肪拿掉以后它就变平了 是吗 不管内开或外开我们都可以取脂肪 那会外开一般就是有皮肤松弛的问题 需要修剪皮肤 那我们就这样 拉皮一下 拉皮一下 可能把脂肪拿掉之后 它这边就变得很松 对 那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就需要外开 这样才能修掉一点皮 那可不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年轻人开内开 年纪大的开外开 有这样的一个原则 有这样的趋势 对 有这样的 那我们又听到什么叫脂肪转位呢 是什么转位 转位 脂肪转位数 就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 不管内开或者是外开 我们可以把脂肪直接取出来 或者脂肪不要取出来 我们把这个肋沟的地方稍微剥开 把脂肪往下填 就是把那个凹陷的地方 顺便把它填起来 把原来凸出来的地方把它补到那边去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眼睛的这个剖面图 这个脂肪我秀这个图是因为 我们内开跟外开 从这个图上可以清楚地表示 就是内开我们是从里面这里 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把这个下眼皮翻开来 眼睛要翻开来 对 然后看到里面的结果 伤口在里面 那从这边去碰触到脂肪来处理脂肪 那如果是外开 那就是从表皮 这边 这边之间 我手比不到 好 这里 来 那这边 这边然后这样分下来 所以外面有伤口 所以就是内开跟外开 可是程医师这样听起来 外开好像那个疤痕会很明显的会吗 会变成一个下的双眼皮 是这样吗 疤痕因为我们会很紧领着这个眼睫的下缘 所以并不是太明显 黄医师 你大部分是内开还是外开 我觉得就是看病人的需求 大部分的人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选择内开 而且是属于就是脂肪固定 能够重新的定位 为什么要内开 因为它本身没有疤痕是吧 最高指导原则 因为现在的人都时间很有限 其实不太喜欢在外面有伤口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为什么比较建议要做脂肪转位 是因为以前传统的人都是做 只是单纯的脂肪取出 可是发现这些只是做单纯脂肪取出的人 在十年后二十年后 他老了 他脂肪本来就消失了 那再加上以前拿掉的 他整个下面都凹下去会更老 对 所以可以的话 我会尽量建议内开 好来 书医师 你开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五六十岁的 就是那种老化的 还是年轻人先天上有一些 就是长了一个眼袋在那边 年轻人或是年纪大的都有 当然年纪大的很明显 他会加上了眼袋 皱纹 这些是比较多的 年轻人通常都是因为眼皮比较松弛 所以这个突出来 而不是因为不是因为说他真的太多的那个 我们我们下一段会讨论 但是我们来问一下美容师好不好 大部分来跟你咨询的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 从以前咨询到现在有年纪 有越来越年轻的趋势 大家爱漂亮 可能用眼过度 所以年轻人现在眼袋的行程也蛮多的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我们的广告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它怎么变魔术了 这怎么做啊 你又做了几样工作 过才不动对不对 对 那就是你做了一个眼袋 眼袋 内开的眼袋 然后你有去脂肪转位吗 这位是直接眼袋指出 眼袋取出 对 它是内开的嘛 对不对 健康最前线 让你美丽又保健 好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 眼袋的形成原因 还有他的几种手术方式 但是我想大家一定很想急于知道 有哪些案例呢 是符合他自己本身的特质 他也想来求诊 那我们请陈医师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 像这个案例就是一看就是很年轻 对 他快结婚了 对 本身有卧蝉 他有卧蝉 有眼袋 有眼袋 眼袋很小 他也有眼袋 他卧蝉不错 他跟他眼袋也可以 他还有泪沟吗 泪沟 怎么办 要结婚了 这样子看起来会觉得比较累 对 比较没有精神 那因为又快要结婚了 所以我们当然是帮他选择内开 改善了泪沟 是 有改善了泪沟 那眼袋也不见 只剩下卧蝉 好啦 他怎么变魔术 这怎么做 你又做了几样工作 卧蝉不动 对不对 对 那就是你做了一个眼袋 眼袋 内开的眼袋 然后你有去脂肪转位吗 这位是直接眼袋取出 眼袋取出 他是内开的嘛 对不对 那泪沟呢 那泪沟不是太深 所以你把凸的部分处理掉之后 没有那个落差 就没有看到泪沟 这个case没有处理到那个泪沟 好 那我们还有没有下一个案例呢 对 那像这样子的案例 这男生对不对 对 是男生 然后他泪沟比较深 有落蝉眼袋泪沟 对 是很明显的 做完以后 哇 你看变明亮 好像改邪归症 有没有 对 就是一副光明的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有做泪沟吗 没有 就是有把泪沟拨开 脂肪稍微往下推 所以这是外开吧 内开 还是内开 因为我们就是外开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会有到伤口 那这些都是没有伤口的 所以其实曾经大部分的观众朋友 其实还是都比较能接受内开 现在一般如果他的状况允许 就是还是会选择内开 因为毕竟没有伤口 那会修复也比较快 那开完刀之后 如果是直接取脂 可能就是稍微比较两三天内比较浮重 之后其实外人可能就看不太出来 那如果是外开的话 因为毕竟有一道伤口 那伤口一般我们就会一个礼拜左右才陷 那伤口要到完全不见可能还是要一两个月 所以它才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修复期 所以谈到这个手术呢 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要谈到说这个手术后 要如何的照顾 来 苏医师告诉我们 其实眼皮的手术 皮肤手术以后 肿胀都是一定会有的 在头一两周 不过通常是一周内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头三天要冰敷 也是要冰敷 这里有讲手术后三天要冰敷 一次大概十分钟休息一下 再十分钟休息一下 尽量要用冰带 然后还有一个 隔个毛巾 然后隔沙布 因为毕竟那个手术不管是内开或外开 因为我们有剥开 我们要做一个剥开的动作 然后才能把脂肪拿出来 甚至现在更多更进步的是说要脂肪转位 不要直接拿走脂肪转位留在那边 这样整个状况是比较自然的 那这三天内呢 是不是就不要洗脸 不要洗澡 不要洗头是这样吗 是避免沾到生水 可是你真的碰到其实就是及时擦干 那我们都会给病人就是药膏 可以去照顾伤口 他开刀后他多久要回去给你看 因为我听说你开很多 那通常叫病人什么时候要回去复诊 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看我们选择的手术的方式 如果有转位 有做一些固定 可能三天后要来做一些固定的拆除 那如果是外开的话 他有缝线 那是一周后要来拆除那个缝线 那如果是内开的话是不用拆线 但是还是建议一周以后 要回来给我们看他复原的状况 好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黄医师 就是说你技术也很好 那我们也开很多 那针对你的病人里面呢 你有没有什么经验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术前术后 一个是什么评估 一个是什么保养 是 我觉得现在的人 比以前的人幸福的多 以前的人开眼袋的时候 因为有黄医师在这边 不是 是因为医学进步了 以前的人开眼袋 其实还蛮辛苦的会痛 在术中虽然有打麻药 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舒服 而且术后的肿胀也蛮久的 那现在因为有好的这个麻醉药品 所以其实术中 每一个人你去问他 其实还蛮轻松愉快的 那因为术中我们的出血减少了 所以我术后的肿胀的时间就会少 恢复期就会快 是 不然的话一般来讲 我常常会跟病人说要开眼袋的会说 你可能如果女生 我说你可能会有一两个礼拜 人家会说你是不是被家暴 因为真的是肿胀蛮厉害的 真的休息 对 所以会需要休息比较久 但现在就比较好一点 好 来 黄医师 打麻药会不会痛 那麻药撑多久 你多久时间要把它完成 其实我觉得打麻药 女生真的接受度都还好 因为男生怕痛 男生真的好怕痛 对 男生比较没胆 那你说术中的话 其实顶多就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其实两个眼睛都开完了 那在麻醉药的效力都是可以cover住的 我们现在大家关心就是说 我们开上眼皮 双眼皮有可能开过头了 对 开太大了 那开眼袋有没有什么开过头的 来 黄医师 开过头的状况就是像 第一种刚刚提过的 你的脂肪被取得过多 那你的后遗症不在现在 是在未来 你可能会有眼凹的问题 你可能要重新补脂肪 或是打玻尿酸来填补这个凹 否则看起来也是很老 那第二个就是说 当然我们这个也是一个手术 手术都会有一个可能的 并发症的问题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也许会有下眼检外翻的情形 或者是说找到不专业的医生 他更伤到你的神经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很麻的感觉 需要甚至半年的恢复 那也是有可能 甚至更糟糕 可是是非常少见的 有人伤到肌肉 那就可能会影响到眼球的转动 等一下再继续讨论 我们的眼袋跟卧蟬了 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 健康最前线 类沟的上面是 这个脂肪是眼袋 但是类沟下面就是我们的全部 就是我们的甲目的一些脂肪 所以干脆就一直往下移 就变成两颗苹果肌了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蛮天才的 健康最前线 让你美丽又保健 好 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这个眼袋 眼袋卧蟬等等 事实上有些观众朋友可能还是搞不太清楚 更何况还有内沟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请陈医师呢 再让我们复习一下 到底什么是卧蟬 卧蟬 眼袋 还有跟类沟的关系 来 我们这张图说明一下 我们再重复讲一次 就是卧蟬是属于肌肉的组织 它一般就是我们在笑的时候 眼轮杂肌收缩 肌肉 红色的肌肉 是 是 鼓起来就好像一条蟬 卧在 躺在我们的眼睛 我终于懂了 我每次都说为什么是蟬呢 原来看起来就是 卧蟬 真的像一只蟬宝宝 对 那英文就叫beauty band 因为它是漂亮的 对 那眼袋是属于一个 脂肪 脂肪的组织 那接下来就是类沟 好 那我们有提到 就是刚刚提到眼袋的处理 就是说去处理脂肪 那相对的 我们也可以不处理脂肪 处理类沟 一样可以让眼袋不见 那类沟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好 我们看下一张 关于类沟的处理方式 是 我们看一下 类沟 类沟的构造 它就是我们的表皮肌肉 它往下有一个比较强的沾连 就是一个韧带去连到我们的骨膜上 所以会形成一个凹陷 所以它往内连 连到骨头 这里就没有支撑 组织上的一个凹陷 OK 很好 那这个地方 这个呢 它在我们的外面是固定到 这个骨头上的 那我们在手术的时候 我们刚刚有提到内开外开脂肪转位 其实都是把这个地方打开 打开让这个比较强的这种凹陷 让它松掉 然后再把脂肪往下挪下来 那就是所谓的脂肪转位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 就是说我们眼带会形成 其实是 类沟下面的一些组织 可能脂肪垫往下挪 往下掉了 少了支撑 那你下面少了支撑 上面的组织就很容易塌陷了 类沟的上面是 这个脂肪是眼带 但是类沟下面就是我们的全部 就是我们的夹部的一些脂肪 干脆就一直往下移 就变成两颗 苹果肌的 对不对 他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蛮天才的 我觉得是这样 他往下移的话 其实上面的眼勾先呈现了 内勾 我们先处理内勾 再处理你的苹果肌 好不好 所以你现在是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可以打破尿酸的意思 对 就是那个我们的 mela fat pad 那个地方往下挪了 所以那个空洞感 就是那个凹陷 就会更明显 好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三加三 这个是我们一些填充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填充的时候 不是一味的一直去填那个凹沟 而是我们会利用周边的组织的支撑 把他的皮肤往上拉 有一个支撑力 然后当然凹沟的地方也会填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味的填那个凹沟 会形成一条毛毛虫 所以我们在填的时候 是要兼顾到一个拉提的力量 跟一个整个组织的平整 那可能是利用周边 撑起来这张皮就平了 对 接下来我们就想案例分享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看本来是肋沟 按照你刚才做的时候 就变成平了 对不对 这个案例是用填充的是吗 是用填充的 所以像这个案例 有一点点眼带 一点点 他有卧蟬 有一点点眼带 还有眼泪勾 非常好 填平就没有眼带 好还有下一个案例 这个也是 像这边其实就是我们的入针的地方的针孔 这是立即填完的时候 所以其实不是有很明显的 很像背蚊子 等一下等一下 为什么肋沟跟腹气功有关呢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案例刚好都有填 那我们在填的时候 就是会有不同的层次 然后会注意到血管神经 所以他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一起做 所以做完之后 看起来就比较有神了 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 关于卧蟬 或者是眼带 或者是肋沟 来黄医师 我们在做最后这个讨论填充的部分 你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 针对肋沟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医生 他并没有那么专业的时候 其实打肋沟 他不是那么好打的 这样子 很可能会造成 我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 其实很多医生 如果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时候 是很容易造成一些毛毛虫的样子 或者是打得太多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状况 所以还是要慎选医生 对 那请问一下苏医师就是说 像有观众朋友来询问说 像他们早期可能就是有开刀过 拿眼袋 可是变得太over了 可能时间久了之后才发现 又凹进去了 那这怎么办 对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玻尿酸 或者是肢体脂肪 那就是填平 那个除了肋沟 那因为他整个都凹下去 可能整个周边区域 包括苹果肌这一带 通通整个要把它补平 那感觉上气色会比较好 好 来美容师 就是你经常在咨询客人 你也蛮有经验的 那最后你觉得说这个眼袋跟肋沟 或者是这个卧蟬 是很多客人他们关心的议题 那通常你用什么方式 什么角度来告诉病人 让他选择最好的医生 跟选择最好的技术 当然就是要选专科的医师 然后有经验的医师 或者是整型外科医师里面比较擅长眼部的手术 擅长眼部手术的都OK 那我们这边的我遇到案例就是其实他做的术后的反应都是非常好的 像如果眼袋内开的话是我们这边上班族常选的项目 那如果完全不想要接受手术类的话 其实打一点玻尿酸 隔天就是可以去上班 最差的状况是有可能有一点点瘀青 那瘀青的状况大概一两天之后就会消失 最久大概有遇到就一个礼拜恢复期就都很好 都可以生活做期都很自然的 那我相信任何的手术期都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在手术前就是要多比较 然后多去询问各种不同的专业医师 那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边 就要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要下周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